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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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放屏 是这个手机吗 是吧 上哪里都没有了 去了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神龙顶景区 然后现在是在金猴顶的风景区 进到这个景区以后 让我觉得神龙顶景区被评为世界遗产 保护公园确实是有它的道理的 这里的很多小溪 还有小溪上的石头 山上的树木上面都长满了这种青苔 还有这叫什么不知道 应该是一种绿化的植物吧 证明这里的环境保护的特别好 原生态特别好 景区里面铺设的人工道路上面 也都长满了青苔 所以人工雕着的痕迹就看到了很少 金猴顶景区有很多这种一个人都抱不上的大树 也有两到三个人都抱不上的大树 景区里面的温度特别的低 我今天加了一件外套 然后下面穿一条岛裤 还是感觉特别的凉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穿上抽装 神龙顶景区的公路上面 有随处有这种类似的观景平台 可以去看风景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神龙谷景区 就是在这个制高点观看下面一个峡谷的景茂 山顶上面风挺大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我穿的单件衣服实在是穿错了 山上有人披着棉被穿着那种大衣 神龙谷的游道是全程可以沿着这条道一直走 来回可以走三个小时 我们大部分的人 会在第一个台阶那里拍了纪念照之后 就会选择返回了 我们因为时间原因 也就只爬到这个山顶上面 也就选择了返回 今天天气不错 如果大家有时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我相信里面会很美的 这里是神龙谷 好了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坂壁严景区 好像就是高原上的一些石林吧 有点像桂林 桂林的石林 只是它在高原上面 大家看一下 然后现在山上已经起雾了 应该什么都看不到 这边已经全部起雾了 好了 我们经过了一个小时 但是终于爬完了 我就只想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这里很冷啊 好冷啊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四点半 四点半的时间 我们就已经赶到了大九湖景区 前几年在大九湖旅游 是可以在大九湖景区里面住宿的 因为里面的是有当地居民 因为现在他们的政府好像把景区里面的原居民 全部就迁出来了 就组成了这一个叫 应该也叫大九湖的一个小镇 然后全部集中 然后这里有很多酒店 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入住的酒店 就是我后面的这个 华旭酒店 感觉在这一排里面 感觉档次还是可以的 在这个小镇里面有个这么一个标准的酒店 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现在住的酒店是华旭酒店 这个酒店在大九湖这里感觉档次还可以吧 大家看一看 就是这样的 四百多块钱吧 四百五 四百四 有这样的卫生间 我现在选酒店已经只有一个标准了 就是房间里面最好有一个 我可以放我电脑的一个工作桌 可以晚上的时候对我视频进行一个编辑 有这个就可以了 半晚十分我们就到大九湖小镇上面来历史 然后也深刻感受到网络的力量 我们在美团上面找到他们的这家排名第一的店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这里面 一楼全部是当地居民开的 下面一楼是开的餐馆 二楼和三楼就是住宿 然后可以看到一楼的 这边一排一楼下面都没什么人在吃 然后我们看这个美团很有名的 我们到这来以后都靠抢位置才能 才能抢到外面的这种路边摊的小桌 所以我深刻感受到网络的力量 可以几个 最后面最后面的直ed 去到外面的补帐 最后面的补帐 最后面的补帐 在那边是5横 最后面的补帐 它 最后面的补帐 它 最后面的补帐 它 最后面的补帐 在那边的补帐 啊 最后面的补帐 抱歉 好了 我们现在逛了一下大九户小镇 它这个规模还是挺大的 我感觉它的长度有接近一公里吧 然后它后面还有三条中街 这是小街 你这里的酒店还有吃的应有尽有 感觉它的小镇设计比 神龙架的牧鱼镇就会规划的更好一点 牧鱼镇的小镇里面虽然也是挺好的 但是它那个地势啊 它是有很多上坡 然后呢 其实很多老人在这里度下 他其实走那种上坡是很困难的 而这个大九户小镇 它的路况都是平缓的 然后老人到了晚上的时候 都可以到这边来逛一逛呀 大家可以看一看 挺热闹的 它整个设计还是挺美的 这边有条小溪 两边都会有住宅 都会有酒店和吃饭的地方 总体来说 它有非常好的酒店 然后它也有便宜的酒店 在民宿啊什么的 风简游人吧 我感觉它的后期 如果规模做的更完善一些 会比牧鱼镇更有发展 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小镇 进出不太方便 它在景区里面 可能进来开车啊什么的 就没有牧鱼镇那么方便了 好了今天我们就准备回酒店休息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四点半天不亮 第一波就赶进大酒湖 去看它的那个 早日出或者是它的 好像大酒湖的那个 雾吧 大酒湖的那个雾还是挺有名的 我们争取四点半能够起床赶进去 五点钟的第一班班车 好了今天我的行程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在下方点赞 并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家出行开心 出来旅游 身体还是最关键的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我们下期再见 回来 啊